夏天茄子辣椒都好难种 之前这个茄子上面有小叶栗蝉 把那个虫子吃过之后 现在又出现新的问题 这个叶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背面也没有虫子 叶片长成这个样子就长不大一样 背面还是好好的 没有红蜘蛛 有些叶片还是有红蜘蛛了 叶片背面有红色的点点就是红蜘蛛 红蜘蛛好像很难治 你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红蜘蛛 我现在是把有红蜘蛛的叶子全部摘了 我种的茄子老是长得不大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品种不对 看他们结的茄子都特别大 这个树上还结了不少茄子 太容易生命 明年我只种个两三颗 我种了螺丝蛟和牛角蛟 还有自己育的辣椒苗 现在基本上都得病 没有的辣椒摘 还是去年11月份种的这几颗红蜘蛛 隔个几天就能摘一次 除了个子不是很大一个 其他都没什么毛病 明年打算多种一点红蜘蛛 其他的品种少种一点 你们阳台上种了什么品种的辣椒 加的比较多也生病比较少的 这个红蜘蛟还是挺辣的 都是当朝天椒在用 这里还有一颗红蜘蛟 红蜘蛟和彩椒都是去年种的 是不是年前种的抗病力要强一点呢 今年种的那些辣椒都不行了 要不然我今年还是多做一下试验 别的品种也种一些 看一下到明年6月份 这个辣椒会怎么样 秋葵还是一样 每天只能摘两三个 要怎样判断这个秋葵 可以摘下来做种子 外壳已经特别硬了 今年好惨 一个护瓜都没有吃到 全部被针锋钉了 还有西葫芦呀 丝瓜呀 都是没有吃到 护瓜也才吃了一两个 这有个黑点点 就是被针锋钉了 钉过之后里面就会长虫 这个瓜就长不大 这个丝瓜接了特别多叶子 也长了特别多侧枝 叶子我都不知道捡过几回了 丝瓜还是一个没有吃到 这些侧枝上每一节都有丝瓜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长大 之前发现有两三个长了小拇指大 不好套袋子 过了几天一看被针锋钉了 像这种的话 需不需要把尖掐掉 让它长丝瓜 发现这里有一个 不知道有没有被针锋钉过 看起来好像没有 马上给它套上袋子 丝瓜长得也是很快的 授粉成功又没有被针锋钉过 几天就长大了 过个两三天再来看一下 这个护瓜我也没给它授过粉 上面的花类也不新鲜了 还是套上袋子吧 针锋的话一般广东广西 这边比较多 其他的地方有没有不知道 你们那里有没有这个东西 长得有点像蜜蜂 但是要比蜜蜂小一点 之前不是在这里种了几颗牛角椒吗 发现辣椒不行之后 我就套中了一些香瓜 这个香瓜苗长得挺大的了 把这个尖剪掉 不让它再长了 发现中间长了一个瓜 剪掉尖之后 中间的瓜才长得更快一点 边上还套中了几颗玉米 没有辣椒有香瓜玉米也行 我们下期再见